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期视频节目 那么在第一期里面 Fost给大家精选了一个非常有趣 非常有创意 同时也非常神秘的一个景点 在这个点可以同时拍出三个歌剧院 在一张照片里面的场景 那具体怎么拍 这个点又在哪里 请大家跟Fost过来 实际上大家如果看背后的这个酒店 它的名字叫做Pahaya Hotel 如果对这个Haya Hotel集团有了解的人 其实会知道 是一个超五星级的酒店里面的奢华品牌 那我们的景点 就在这个酒店的附近 如果是细心的观众 可能会留意到这个酒店的旁边 有很多玻璃 这个玻璃会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光 这个Fost即将带大家看到的拍摄点 其实跟这些玻璃是有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马上就会来到这个酒店的门口 大家可以在这个门口看一下我们的拍摄点 然后猜一下具体的拍摄点会在哪里 又会构成一个怎样有趣的画面 应该之前我已经给了足够的提示 那显然肯定是跟镜面有关的 那实际上也差不多就是在我现在站立的 这个台阶的下方 差不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这样假设我们打开相机 这样拍过去的话 OK那刚才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拍摄点的一个构图的一个特点 那如果你不是像Fost现在持有一个单反相机 只是一个普通的手机 其实完全可以拍出类似效果的一张照片 那现在我们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其实只需要很简单的把这个手机 贴在这个靠近这个镜面的位置 同样可以拍到一个非常理想 也非常标准的一个镜面构图 我现在采用的是竖构图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也完全可以把手机打横 拍出一个横构图的一个结构 现在Fost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照片 这张照片又多了一个镜面的反射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用我的感觉是特别意想不到的一个拍摄位置 如果现在我把我的相机放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这个构图 大家会发现这个构图 会产生的两个心理格局员的镜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相机的位置来调整我们的构图 我们只需要调整我们的焦距 那大家可以看到心理格局员的一个照片 如果是iPhone的话 大家直接或者手机的话 直接就放在这一条横线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条横线 直接放到这个横线上 然后按一下快门 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图像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采用这个数构图 当然数过图的话 它的这个镜面就没有这么的完整 剩下来的我想给大家特意说一下这个注意事项 这些点拍出来的照片确实非常漂亮 但是大家也要意识到这个确实是在一个 就像我之前说的超五星级酒店里面的奢华品牌的门口 来进行的一个拍摄 所以大家在拍摄的过程中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这边的这个人员的进出 包括其实刚才Foster在拍摄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残障人士是刚刚从这里下去 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 另外就是说如果大家喜欢在日出日落的时候拍摄或者是夜晚的时候拍摄 可能相对来说这边的人员的流动量不会这么大 相对来说不会对这个酒店的这个门口产生一个阻挡 这就是我想要给大家的一点温馨的提示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在节目的末尾呢 那要特别的感谢南加澳洲提供这个机会来推出这个 我的一个摄影频道 可以给大家介绍悉尼的我所Foster所喜爱的这些漂亮的拍摄点 那在下一期的节目里面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非常有同样也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拍摄悉尼歌剧院的这么的一个拍摄点 所以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扫描我的二维码 加我的微信来向我咨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